已经是凌晨四点钟,一辆大叫车缓缓驶入战略支援部队某部的营区大门,低了一声,这是汽车第一种特殊环礼方式,车上坐满了刚结束任务的工作人员, 大家显然都已经疲惫不堪,驾驶员交国冰雪精神抖走,一点睡意都没有,用他之前的话来说,一摸到方向盘,我就浑身视镜,提起焦班长,他可是我们单位出了名的老司机,驾驶军车已有13年之久,安全行车12万公里,数次被评为红旗驾驶员,老焦开的车,我们坐着放心又舒服,提起焦班长, 大伙都这么说,自去年10月份该部某营成立以来,汽车勤务连便直接担负起了,该部整个单位的运输任务,驾驶班年龄最大的站是33岁,最小的也有21岁,每个工作日清晨,应期机车轰鸣,领取行车包,检查车况,他们每天出的第一辆车, 是早上6点的班车,虽然期间路途并不远,但他们还是熟练而又严谨地操作着每一步,每天保障办公生活区的班车,实验任务用车,机关系物用车,管兵子女校车等,机关,技术市场区滨海点号,至3.1线是往返最多的,累计出车已达上万余台次, 这一系列的背后是驾驶员们为了强劲事业,日复一日,不辞辛劳的默默付出,谈起单位刚组件事,驾驶班的老班长们感触颇多,当时生活条件艰苦,路况陌生又复杂,硬件设施不齐全质量不高,且,车辆少老化严重,在连队主官的带领下,他们宁瞒而上,主动作为路途远的任务,老班长们争着抢着干, 大家进往一处想,进往一处驶,虽然如今每年驾驶班都会注入新鲜的血液,但那股价却一直传承着,现在的驾驶队伍越来越壮大,车辆设备也越来越新颖,提起这些年来身边发生的变化,韩非乐的合不拢嘴,虽然车辆装备越来越好,驾驶元素质越来越高,但他们始终不急不躁,安全准时, 尊长手气,使命必达,面对当前任务多,路花达,工作量大的实际,韩非作为驾驶班的班长骨干,带头冲在前赶赶在前,严格按照归程出车,是他一直坚持的根本原则, 他经常对班里的人说,在赶一分钟赶好六十秒,只要我们上了车,就要集中精力,安全第一,因为我们不只是在开车,同样也是在执行任务,刚下过雨的空气中,弥漫着泥土的气息,驾驶班的战士们,这一刻也闲不下来, 你看,车场上的他们又在反复排查着可能存在的故障,细细维修保养着车辆,忙碌的车场,记录着他们有声有色的军女生活,强制争途中,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,作者,鲁浩黄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